各位好 我是胡万灵 欢迎收看台湾演绎 高雄向来以港都风情自豪 19世纪受到列强压迫正式开港 迎来了西方的医学和宗教的洗礼 到了日治时期 为了外销南台湾的物产农产 日本政府展开高雄港的主港计划 连带的带动了高雄的工业发展 其中这堂产业促使高雄工业化 南台湾第一巨富陈中和家族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跨足堂岩米而窜起 而工业的发展也培养出高雄人 肯打拼的都市工人性格 因此多次的参与 见证悲壮的民主运动 这季台湾演艺带您一起认识 大高雄四百年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台湾西南这块三面环山 西面向阳的港湾平原 一山傍水 最早的著名平浦族马卡道人 世代在这片土地上渔猎耕作 他们用刺足圈围出部落范围 平浦族语称刺足为例叫塔靠 成为大高雄云城的由来 因为高雄这个地方有一个 英国有一个环社 北部的环社叫作塔靠 汉文就变成为大高雄 欢喜我问你 我来这里我问你说这里 你就说我们这里大高雄 我们就跟这里大高雄 汉文就跟这里大高雄出来了 15、6世纪 日本和中国的海盗陆续登陆大高雄 偶尔来自福建广东的渔民 因为追逐雨迅登陆 但都未居住或久留 这个荷兰人来以前 有中国的海产 就乘乘来贵人港 不然就淡水 不然就高雄港 现在都到了 所以汉人有一个人 一个人就是这样来的 但是他们是飘渺不定 但是还有一个人 就是靠那个雅云 国家人在沿海的渔民 就会就这个乌鱼训 来台湾 当然他们就先在那儿担了一些铁 铁鱼啦 不然就米啦 什么 来含这家这家的白鞭鱼嘛 尽量捏鱼 还捏回鱼 又捏回鱼 所以这群人呢 就有人的流来 就是现在的鱼鱼鱼啦 高雄市鱼鱼鱼鱼 那个比鱼鱼鱼鱼鱼 assistance 就是统 vivir亚和鱼鱼鱼的渔萝 1661年 郑成功登入台湾 因为严重缺乏军粮 于是展开屯墾 北往竹茜 也就是今日的新竹 南往达狗 分配官兵到荒地开墾 御兵于农 这张1664年的明镇军备图 记录了达狗地区的军臀 包括前镇 后镜 人物 左营 右冲 远角 也就是今日的燕巢 有人说前镇当初为什么 在有一个叫前镇 因为它是最前面的军队 是军营 兵营的地方 可能前镇相对于 刚刚讲过荷兰人所驻扎的 那个军队的舰队的地方 是很对的 所以刚好前镇过去中州 就虹毛港 就已经那个是可以很对应到 达狗地区往东边 是高耸的玉山山脉和中央山脉 东南则是全岛流域面积最广的 夏淡水溪 也就是今日的高平溪 八个不同族群在这里共同打拼 山地住的是 舟族 布农 卢凯和排丸族 客家族群则在山区平原的 美农 开机 建庄 至于广大的高平溪平原 以扶老人为主 建立起岐山 钢山 凤山的三商文化 每年十月到隔年四月 南台湾进入干热季 适合制研 张州南京的客家人 在清廷的号召下 落脚打国北岸 开辟盐田 称为赖南盐厂 也逐渐在盐城铺 盐城庄 定居下来 在肯荒的过程中 达垢平原原本单靠 几条天然的溪流 灌溉面积付出一百甲 因此多位旱田 直到1837年 凤山之县草景 决定开盛引下淡水溪的 溪水灌溉 隔年完成44条水道 共四万多帐厂的水灌 灌溉范围增加到两千多甲 涵盖了达垢和凤山平原 而原本只能移获的田地 从此一年两过 农民心存感激 将水灌命为草工灌 当时要开设在水灌的时候 地方属性有人反对 反对说 这给草水灌的 会破坏风水 尤其是一些 无法保护的时 都反对不草 所以 泽工就用他的地区 他就把标准 加一些转换地 和一些属性 他就叫 叫叫来管省府 在那里国通工 那些都不用的 叫那些甘人 李翁 他们这些人都没在 在那里 在那里 从那里 那里 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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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 在那里做得到 结果 从完成这条 那里做工 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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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淳朴的农村百姓 成为基督教宣教的对象 1859年 英国神父郭德纲与洪保禄 开始在打狗传教 并且在十经的前经庄 盖起了全台湾第一座教堂 1865年 来自苏格兰的玛雅各医师 以宣教士和医师的双重身份 来台湾宣教 他和牧师一行人 从打狗企后登岸 接着转往台南府城行医 台南市的林口 大概有四万人 但是那时候的打狗 大概差不多两千人 就是因为那时候的目标 是要住台南 那时候叫做夫兄 这个所在做医疗传得的书冠 玛雅各医师 在起后的山腰上 买了快递 新建起后医馆 成为台湾第一间西医医院 他向英国领事建议 聘任他的朋友 婉巴德担任海关医馆 婉巴德一方面在打狗 诊疗各国船员 另一方面深入地区 研究台湾的热带疾病 他发表的论文 让西方医学开始借由台湾 注意到热带地区的寄生虫 和医学问题 也因此婉巴德被称为热带医学之父 他从这个胸描述以后 驾到英国 说台湾那些怪病怪人 英国都喊起来你知道吗 不知道这是什么病 所以这个婉巴德就开始研究了 然后发言说这就是书冲 台湾是热带医学的发源地就对了 因为那个婉巴德是先为大教教 这种生存的语题 19世纪后期 齐后医馆几乎是医疗宣教士 来到台湾学习语言和适应生活的第一站 1879年 齐后医馆由美医师接手 美医师改建医馆 成立了慕德医院 并复设医学院 遭受台湾子弟 学习西方医术 虽然第一期只招收了六名学生 却开启了西方医学教育在台湾的历史 所以他感觉如果要医治 还是要跟英国的社区医院 牧德医院医学院 那时候有修六个 台湾小孩去讨医院 两个比较 牧德医院也称为达果教会医馆 当西方医学落脚难台湾之际 1864年应列强要求 台湾开港通商 原本只是渔民休息的打狗港 开港之后外商涌集 成为国际重要的贸易港口 台湾的稻米砂糖 经由打狗港 销往中国湾南地区和日本 甚至远到英国伦敦 回程就从英国运来洋货 鸦片 或从中国再来唐山时 尤其高雄这片广大的热带平原 盛产甘蔗 随着台湾开港 这坛的外销市场跟着扩大 台湾99%的糖都从达果港出出 因此达果港有了糖港的封号 也造就了达果糖商 经营致富的传奇 因为从克兰时期就开始来种坛 所以外商就是特别喜欢买糖 所以他们就特别进到这个打狗这个地方 那你外国人不能进去 当然就要找一个当地的人去买 所以最后这个人 在南部最大的这个人叫陈福谦 就是陈中和的老板 就叫做他们开的店叫做顺和站 就今天的顺和商行之类的这样 那这个东西就慢慢地把打狗发展起来 陈中和祖籍福建泉州同安县 曾祖父陈元 18世纪末为了生活渡海来台 落脚在打狗湾里的林阿辽 到了第四代 陈中和出生后 陈家已有经济能力供他进私塾就读 数岁那年陈中和进入了当时打狗最大的堂商陈福谦 开设的顺和站工作 学习经商 做生意 我说一句 不是说自己在乌鲁 就是很聪明的一种 如果没聪明 他老板也不会那种名 啊真认真 他说他在乌鲁 老板的乌鲁在乌鲁 结果他乌鲁比较好 那时候打狗鲁比较好 现在说他十六岁 大概就先派去乌鲁 来到几岁乌鲁 好几岁乌鲁 那些科产 做事还认真 还复杰 所以他老板会很重要 去乌鲁 1873年年仅20岁的陈中和 得到陈福谦重用 负责开拓对日的砂糖市场 不但成功在日本设立分行 也掌握台湾糖对日本的销售网 1884年中法战争 法国军舰封锁了台湾 造成糖价大碟 陈中和逆向操作 在这个时候满进了数十万蛋的砂糖 等封锁一结束价格反弹 赚了大钱 1902年 日本政府在高雄成立台湾第一座新式糖厂 桥头糖厂 与日本关系密切的陈中和 不仅是持有最多股份的台湾人 他自己创办的核心行 也掌握了南部地区的砂糖出口 1903年陈中和创设新兴制糖退社 成为台湾本土资本家 自建机器化制糖厂的第一人 他跟日本其实采取一个比较 算是柔顺合作的态度 所以也因为这样缘故 所以他其实在糖业来讲 其实是日本要在台湾发展 等于把他大财团的 日本国内的资本到台湾来 来经营 然后把产品卖回去日本 可是因为陈家他本来 已经有这些基础 但是他还知道这种大局势底下 他采取这种合作的方式 让他们自己家族发展的事业 更能够发展 所以其实他跟这个治理台湾 最所谓最有功劳的后生新品 关系就不错啊 因为深获日本信任 陈中和的事业版图不断扩大 不仅收购大量土地 也开辟盐田生产专卖 甚至在日本人建设台湾 新竹铁路开发市政的过程中 成为民间投资的主要对象 陈中和产业跨籍盐糖鱼米 被形容拥有万甲浙田 千甲盐 成为南台湾的富商 台湾第一个企业家 不是说太大钱 真的用现代化的企业 在建设可能是第一个 他发高票 在台湾我认为他发高票 发高票 这个公司每个月 每个月都有营业报告 营业报告书 说真的现代化的 这大概是从日本看 日本那遥来的 台湾的豆腐 是很羨慕的 这种艺术的努力 日本政府引进机械化的 制塘流程 成为高雄工业发展的火车桶 二十世纪初期 机械工厂一间一间成立 原本农村景象的高雄 脱胎换骨 成为工业新部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